那如果有隆重的礼儀 有包括那個主教或無沙的 那個拿拳袋跟拿帽子 因為那個機會很窄 所以其實那個時候 都是在要舉行礼儀之前 什麼都會先告訴你 那你只要不能拿就可以 那怎麼樣拿那個拳袋 因為我們這裡沒有一個拼接 所以什麼都會用五代來代替 我們可能代替那個 武器呢 武器裡面講如果要讓他權戰 跟拿帽子 他都有一股白色的布 白色的在這裡 那時候就要被當作 武器的白色的布 就這樣套在這裡 那平常主教竟然 因為都是主教 帽子已經擺著 怎麼樣 全帳已經拿在他手上 所以裡面是一股白色的 那站的位置呢 平常武器站的位置 是在前面 但是拿裙杖 跟帽子的那兩個武器 是站在主教的後面 就是 就是 等於是整個 流行隊伍的最後面 這個是 拿拳杖 跟拿帽子 這個是 然後 拿帽子 有嗎 因為 因為 可能那個部隊伍 因為 沒有這個代表 所以 你的手 反正就是 好 用架子 拿 這個是 拿帽子 最標準的方式 好 這樣子 是 用這個 拖子 怎麼樣 我如果丟那個 就是這樣子 那這樣 的拖子 方式 跟 如果 你們有時候 如果武器需要 那個拖子 他沒有精神 在位置上 需要 武器來拿 金 平常 拿的時候 也是 這樣子 拿給你 教一看 他 因為 他要 主所祈禱 對不對 你拿的時候 這個不夠 比較小 就不用操心 因為 平常這次比較大 你這個 是誰 不要站在中間 另外 讓你看到 什麼 主力整 所以是 你站在旁邊 然後 跟著 他的高度來調整 你拿去 不要 太高 遮到 他的眼睛看到 跳 那也不要讓他太低 因為什麼 看不到 所以 要 要看不完 我們平常 你家裡可以給你的意思 這個是 我們拿 意思 你拿的方式 是一樣的 所以 神話講 我們都是標準 不過你 如果 重要的是 我們表示尊重 不要用手 直接 拿拳杖 拿拳杖 因為這裡 沒有 就是 一樣 這個 來 這個如果是 拳杖 那你一樣用這個拳杖 拿著 那這個部分 就是拿拳杖的部分 這個是 我們說 拿拳杖跟帽子 這個機會 那 我現在講的就是 我們常常會用的 就是 鱔杖 鱔杖 鱔 時間 鱔杖 鱔杖